本席之前一直很关心的就是文化渗透的问题 发现说在我们电视剧的部分呢 中国剧的全时代播出 在我们2020的时候 已经大于我们台湾自制的戏剧 包括我们台语 客语 国语 单元剧的总时数 加起来都比中国剧还要少 那在黄金时段的中国剧播出呢 更是高达36.46% 你们怎么去规划说让台湾的节目的播放的时数 来超过其他国家制作的戏剧 政府单位尽量的就是建立一个好的环境 然后多余补助 然后在投资融资方面 能够建立更好的一些环境 部长 但是在电视剧的方面 在同办法的第四条却规定说 中国剧是涵盖在非本国自制节目里面计算 那总时数也只有16%的这个规定 本席感觉这样子不是非常的妥当 本席要强调为什么我们在面对中国影视的时候 会比较慎重 主要是因为双方使用的语言是比较雷同 那在不注意的情况之下 我们原本使用的文字 我们使用的语言 我们的习惯用语 就会被潜移默化的取代 慢慢在文化上就会不知不觉的被侵略掉 那请问部长 你们会不会重新去检视电视节目播送的时间比率 这个时数的部分 因为部长已经有要求我们要做检讨 所以目前我们还在做整体的产业的 就是了解他们所有的时数之后 我们会再去评估一个比较适合的 这样子啊 本席建议说在总时数的部分 你们应该要将中国电视节目另外单独分类 而不是并在其他外国制播节目里面 像中国电影片那样 不要一并视为非本国自制节目 第二个文化部可以进而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上 做类别的区分 例如戏剧综合或是旅游 我们把它分开 那每个类别的时数呢 我们也定一个播放的上限 那也可以在播出时段上有所限制 例如在电视节目播出的黄金时段 中国的电视节目占比不要高到一个上限 就是我们把中国电视节目另外单独分类 然后时间上我们也做一个区隔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文化部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不能轻忽